人来人往的桃园火车站 一直以来是桃园旧城区 人车流量较大的地点 目前的车站前 已经可以看到全新画设完成 白绿相间的斑马线 以及黄色栅栏 隔出的人行道空间 桃园市长张善政 上午前往视察 希望透过动线的规划 再提升行人跟车辆彼此的动线安全 在做一些比较长远性的 大兴土木的工程改善以前 我们希望先用一些比较聪明 交通性的管理的措施的改进 让这边有所不一样 实际走一趟 民众过马路之后 就可以一路沿着绿色的路面行走 动线也较为清楚 而一般民众的使用上 也可以更加视觉化 目前已经依照现场状况 重新画好了标线 之后也将增设路口的号制 这个行人穿越道做了一些移位 让这个行人穿越道 这些行人要走的距离变短 第二将来会配合一些新的号制的这些管控 让这个人车可以分流 这是桃园市旧市区空间再生计划 活化车站周边 一文生活通学步道 中长期将针对桃园国小前 景福宫周边进行规划 前一阵子在桃园国小那边 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准备做什么样的改善 另外景福宫那边 我们最近也会跟大家报告 市府表示 短期间可能造成用路人等候时间变长 但这样的设计 就是要打造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 报道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本集完 都在 Copper